其实你们也可以参考单元一部分 这边就有答案了 我把刚刚的东西程式为贴到这里 所以如果你担心你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话 你可以在这边看一下 最关键的就是这一个叫Squit Squit这一个函数 细节部分的话你也许自己再参考一下 另外的话还有第二个函数叫U-Bound 这个U-Bound的话 意思是说去抓到什么 抓到你那个阵列里面 最大的那一个索引词是多少 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三个那就二 如果有五个的话就是四 也就是说最大会跟总数量会减一 为什么减一?因为从零开始 这应该有概念 再来的话最后就处理全部 所以其实处理全部的话 其实我们是把这一个把它改过来 改哪些地方 我有把它mark起来就这些 改k等于2 改的方法 h其实将来你也可以 像我的习惯就是如果我已经写第一个写第二个写第三个 第三个其实可以拿这个先复制来改 比如这个改的方法的话就是把它的名称改一下 然后怎么改呢?一样 我们外面一定先包一个列回圈 所以一定什么?for i 等于这一串 所以也一样 我们就把这个列回圈把它写出来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next 接下来做什么呢?把这个段的程式拖拉到这边来 为什么?因为都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意思是说我要把刚刚那一件事情帮我继续把从那个第二列 所以这边把它拖拉过来 记得按一个tap键 做什么呢?他就帮我一个一个的去处理 处理什么呢?处理每一个储存格的资料 所以基本上就是从这边 然后做什么?spreader 可是如果说它里面 假如说单一个的话 那就是里面就放一个资料 spreader如果切 里面没有 他还是会照切 只是说那个阵列里面就放一个东西 你只要把第0的东西取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不影响 然后 但是你会有个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 你将来要放哪里? 特别注意 那将来我们一直往下放 所以如果我这边用k 用这个 这个J加3的话 那将来会有个问题 继续往下放 那往下放永远都放在同路 所以你这边假如这没改的话 你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这个J的数量 它顶多是往下跑 所以如果这边执行的话 它应该会跑 我把它这边先清除好了 你会发现 这如果直接跑 它就跑这边 不跑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追这个范围跑 J的话 顶多就是 可能三个 可能四个 可能五个吧 OK 所以最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 应该让它往下 放在哪一列 所以这边我用k来表示 那因为之前我们有用到一个叫k的变数 那这个k的话 它有个固定的方法 k等于你要放的起始列在哪里? 我从第二列帮我放 所以k等于2 将来的话 找到的第一个东西 它就会放在哪里? 放在第二列 G2的位置 再来去G3 要往下放 所以底下有个关键 k等于k加1就可以了 有没有? 那这样的话就继续往下 k本来2嘛 然后加了1 放回去之后变3 然后就放第三 第四 第五 第六 一起的一推 好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程式都写完了 OK 所以基本上也没改什么 只是说 把刚刚的程式 放到这个 这个哪里呢? 这个列回圈里面 其实这三行可以删掉 因为这个等于是 这样看起来比较清爽 再来的话就是放在哪一列? 你可以用k k从2开始放 当它放一个之后的话 再继续往下放 就k等于k加1 理论上这样程式应该写完了 那我刚刚好像漏 漏放那个Splitter后面漏放 豆点的切割符号 它好像也会work 只是说 它最后那个豆点没有帮我把它拿掉 所以如果你加了 那个豆点就不见了 基本上这样应该程式就写完了 如果没有问题 你可以按F8 F8的话就是独行独行跑 然后先抓第一个 那因为U棒之后的话 这个里面的话只有一个 U棒 不不 这边还有一个 这边要改一下 这边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I棒 不然的话他就好 对 这边要改一下 拉回来 这样 U棒的话应该是等于0 0的话就跑一次就好了 OK 然后换下一个 所以他已经放第一个 这个把它删掉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换下一个储存格 那下一个储存格的话 I就等于是3 所以就刚刚这个3 然后里面切割完之后 它应该是等于2 0,1 所以一个 一个 一个的放 OK 那其他都一样 所以这程度应该没问题 你全部执行 那就大功告成了 OK 那再来的话 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些动作 主要就是说 因为这边复选题 到底 哪一个选项 选的数量个是多少 有没有 那我们这时候才有办法做统计 那怎么统计? 第一个你可以把这个所有资料复制 放哪里呢? 也许你在旁边找个地方 K好了 贴过来 第二个的话 你可以做什么? 资料里面有个叫什么? 移除重复 这边有标题 OK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也就是说 这里面的复选题 的选项 总共就有这几个项目 好像有2到14 应该有13个选项 那到底这个范围里面 选这一个的有几次? 选这个的有几次 那你要怎么去计算呢? 其实很简单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用什么? 插入函数里面用一个函数 叫做什么? 叫conv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 conv非常好用 或者当然你这边也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只是我觉得这边应该 杀鸡不用牛刀 OK 用conv来做就好 conv做什么? range跟他讲说 我的range就在这里 G2 Ctrl-Shift向下 G2到那个G的141 那criteria的话就是 条件呢 就是请你帮我找这个 这个的数量有几个? 他就去里面帮你找 有几个? 16个 待会要向下填满 所以我把这个范围按F4 其实锁列就可以了 所以把2跟141锁起来 确定 那你会发现往下 你会发现 数量最多的应该哪一个? 这个 意思是说 这个可能你希望上课以来问为主 之前上课同学的权 他会希望 VBA跟资料库的应用部分最多 最后当然啦 如果你希望再画一个图表出来的话 后面的话你可以再利用插入什么? 插入其实最简单的话就直条图好了 这就够了 直条图 你会马上直条图就显示出来了 甚至你可以把那个标题稍微调一下 马上可以知道啦 高高低低的 数量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OK 如果以前 你懂的这个方法 你才有办法变出后面的东西啦 那如果你前面的东西做不出来 哇光卡 卡在那边 说是哪? 前面的东西如果变不出来 这些 你没办法变成这样子 那后面怎么办? 我不知道你报表要怎么做 对 前面的东西如果没有把它切成一串 你就基本上没有办法变成这样子 像变成这样子 就是必须要在同一个范围之内 而且是要分割开来的资料 OK 所以如果你没有分开来的状态 怎么办 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 主要是针对后面部分做个说明 后面我有再补充就是 如果你希望把这个做统计的话 你可以先用什么呢? 复制这一栏贴过来做什么? 做移除重复 有没有? 然后呢 再用convif去算出 这个选项 在这个范围里面出现过的次数 然后再利用那个插入图表 也就可以完成了 或者这边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你可以用枢纽分析表 也可以做出来 OK 枢纽分析表一样可以做到 一模一样的结果 只是说你看哪一个比较简单 就用哪一个方法 好了 画面先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工作上还蛮多地方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什么问题? 你要先把资料分开来 为什么? 因为说人家给你的资料 真的就不是你想要的 所有road data 应该是 road data有时候是原始资料 有的时候也是乱七八糟的资料 就是在没有顺序的情况下 没有规则的情况下 你要把那个规则给变出来 OK 那你才有办法做出你要的报表结果 OK 所以这一点的话 要怎么样快速的完成一些事情 恐怕就是要用一些 像VBBA 我刚刚提过的 像Splitter跟U-Bank 然后在外面再包一个列回圈 里面的话一样 我用到K K等于2 K等于K加 因为这招也非常的管用 没有办法 很多地方都用同样一招 是好像前面我们都有讲过 所以有些地方 你就把它 灵活的 把它取一反三 那很多城市就自然就可以 很快的写出来 OK 所以试一下 把刚刚部分 然后并且试试看 最后再用移除重复 再用Counive 把最后的结果给算出来